噢 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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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節目由方姿生計讚主播出舞 照顧你健康的日月養生鷹魚饗宴禮盒 一盒就有五包低雞精 等五包低魚精 以及一個匠人手工打造的天目幼品名杯 影片最後呢還有詳細的介紹 大家記得要看到最後喔 哈囉大家好我們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哈囉 好 是這樣子 就是前幾天啊我想要 吃水餃 吃水餃 對我想要自己做水餃 我就覺得說要準備一些材料啊 很麻煩 很麻煩確實 我後來想一想 我們是不是可以藉由很多 神奇的工具的幫助 讓我能方便快速的 自己做水餃 所以我今天就來挑戰 用這些神奇的道具 輕鬆簡單乾淨快速的做水餃 現在越想到這樣 等一下就越麻煩 首先拿出一顆高麗菜 好 接下來 高麗菜去腥器 看起來好像一個同用鏟子喔 看起來是一個小鏟子 然後還有附一個就是 像高鏟這樣子 所以這東西應該就是 用這個鏟子 然後就 就把它再挖出來 喔 喔 感覺很大力耶 一定 喔 喔 看起來很危險 是兇器 是兇器 喔 我本來以為是這樣子 卡卡卡卡 像開罐頭一樣 結果像是在殺牌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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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耶 畫下來的高麗菜心長這個樣子 欸 高麗菜 從前偏移一個洞 接下來 把它一片一片的撥下來 因為每次撥到底下 那個菜心那裡的時候 都會很容易斷掉 喔 撥墊就是這樣用的吧 喔 就想說為什麼他們都可以做到 這麼大片高麗菜喔 然後他說 你要我拿走對不對 從這邊剝掉之後 它心肩都會下降 所以你可以把它 塞回去 這顆保鮮嗎 喔 喔 6分 沒有努力 對啊 那你要做水餃啊 所以咧 幹嘛完整的高麗菜 做飯剩下不慢 你只用得到半顆啊 不用完整的高麗菜 那我會整顆這樣拿去打碎嗎 對啊 我跟你講六在煮飯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控制分量的難度 他要吃 下一個步驟 好我們剛剛把它拔下來的時候 發現說 喔 裡面有一些菜蟲 對對對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把它清洗一下 剛剛拿出我們的神奇洗菜籃 是 好這應該是這樣 就是你把菜堆進去嘛 然後洗一洗 立立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這樣轉正 脫水 好像洗頭把那樣 水放進水裡 洗菜 洗菜 洗完之後 把它轉正 然後 然後 為什麼 不然怎麼辦 要在流利桿裡面嗎 啊 要很濕嗎 很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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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哎唷 這來是綠的差不多 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九分 七分 索色 索色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剛剛看我那邊轉眼自己的手癢 對不對 而且他那個手法做得像那個劍餅 對 我剛剛講的手法是要做得像這樣嗎 可以 滴水盤很大問題怎麼你知道嗎 什麼問題 一滴之後 是菜乾的嗎 那滴水盤是濕的 你看 連滴水盤都是乾的 Magic 喝了 九分 加兩分 接下來拿出一把菜刀 手工把它切碎 這不是我家的嗎 我會把它切成就是 你把全部都機器做一下有沒有感情 剛剛兩個工具用完之後 正在那邊手動切菜 你會覺得 沒進 OK 拿出一包鹽 把鹽去殺氣 讓它那個苦澀的菜味水 跑出來 怎麼辦 OK 放一下 再來我們來加點 玉米 我們想辦法把它從這邊剝下來 這是剝玉米粒嗎 對啊 是不是覺得非常困難 非常麻煩 沒有關係 我會直接買罐頭 不 沒有關係 殺氣的剝玉米器 好 應該就是好 用這邊這個夾子 加住桌子 玉米就從這邊塞進來 嗯 我轉動這個桌子 就把這個玉米 剝下來 剝下來 再來再來 接下來拿出我們的玉米 活住了對不對 吃進去 它炸了很多玉米汁出來 應該是因為我這個玉米 太細了 它就把中間這些 比較粗的地方 嘎爛而已 這是我們的成品 就是 玉米醬 你看 你玉米太細 它可能就只把小魚罐把它尬爛 真的夠粗的地方 又卡死進去之後 又很難轉動 你沒辦法Hold住它 這是熊奇 超危險的 我覺得它可能 有某一些 很符合規格的玉米 又怎麼怎麼怎麼 都不知道啊 就是不可輸玉米 就是我們的玉米 買太小了吧 但是你就是把它 前推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巨子在旋轉 刺激刺激的 對 接下來啊 是我的玉米分逼 這個玩意 感覺比較單純 它就是一個金屬片 然後有一個鋸齒在前面的感覺 依照它的土 它可以把玉米這樣 整排給它弄下來 好 準備囉 我們這玉米真的長得不太好 乖玉米 先玉米醜 因為它寬度剛好是要兩排半 所以我一定會 抽爆另外半排玉米 我會削一半 登登 基本上是這樣齁 你就是會 犧牲一排玉米 所以你這樣把它抽一抽完之後 你這根會拿去水煮 然後你會想把剩下的肯乾淨 哈哈哈哈 首先沒買一顆一顆的 對啊 你一定得到一顆就會得到 兩個半顆 對啊 那所以我抽起來還是爛爛的 去買罐頭 去買罐頭 登登 終於拿出我們的豬囉 硬硬的這個豬皮啊 我想要 就把它切掉啊 然後我就拿刀 然後拿這個油 然後整隻手都油油爛爛的這樣子 嘿 拿出我這個 啊 肉的 削皮刀 蛤 你看這裡有個 煞氣的牛頭 就拿這個 然後就這樣子 像削 削水果一樣這樣 啪啪啪 所以把它切我不要的肥油 給它剃除 所以它是肉類削皮刀 就皮嘛齁 你去嘛 是不是要從頭開始啊 好好好 從頭開始 好 那樣子 它有沒有一片一片消掉的感覺 對 你還是要這樣子來回的拖動它 那又沒什麼意思 接下來 我要把它做成絞肉 絞肉 欸 拿出一個可愛的小工具 它好像有非常多的配件 非常多的功能 嗯哼 噔噔 就是這樣子 這是手持式的 你要切的東西 就放在這裡下面 塞進去的這個頭 是你修皮刀 介於巧妙與肌肉之間 嘿嘿嘿嘿 感覺手不把筋搓到 搓到 好 現在我們就把它打開 嗯 還是要切了 七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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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 太多了嗎 很多了嗎 太多了嗎 太多了嗎 太多了 太多了 不夠只有三顆水餃了 所以我不是要從上面往下 丟棍直接這樣子 嗯 哦 要吃掉了 這樣嗎 它多了 是不是弄好旋轉無力 我都還看得出來 兩分 因為我們之前用過很多這種食物料理機 對 都很大一台 很粗雜 就是有一個小巧的 供你日常做菜式用 方便的 我覺得是很好的 我覺得是做水餃是因為自己難度太高 好 太柯熟哈 蓋一些蔥薑蒜 對 本來我是以為今天不用動豆子 本來是不是以為今天只要吃水餃 好 終於到了這個時刻 接下來我要把它 大個水 讓它水打進肉裡面 讓肉變得更鬆軟 倒一點水 在的時候 拿出我們已經殺清很久的高麗菜 把這個鹹水擠掉 再來 加入我們珍貴的玉米 好 這個是玉米天的部分 這個的玉米醬 它有層次喔 口感變化 接下來拿出蒜頭 好 我想要加一點蒜頭 這蒜頭要剝啊 幹嘛 實在是 我很討厭剝蒜頭 對 切壞 實在是太麻煩了 好 我先取出一把蒜頭 然後有一個傳說 把它拿去 稍稍微剝之後 它就變成超級好剝 唐啦 微活30秒 熟到爆 它這隻有一個已經 已經自己泡出來了 變成好剝嗎 對 基本上稍微擠一下就出來了 但是我有點好奇 但是它味道不會被影響 熟掉了 就變得不辣了 我再拿一批 微活個10秒就好 10秒鐘 可是我喜歡這一個 沒有這麼好剝 所以這個就是要看自己蒜頭的用途去決定 好 我們現在得到了大量的蒜頭 這時候我要把它切碎加進去 太麻煩了 來 這時候拿出了這個 片的蒜青 長這個樣子 塞進去之後 這邊可以快縮滑豆 蒜頭就這樣如雪片般的掉出來 好 蒜頭 這就是一個比較小的消片器而已啊 這也太大了吧 我覺得效率還是很激人啊 對 放一堆 是牛排用的 我是喜歡吃蒜頭的人 所以我不在乎說 沾醬啊 或是我的飯裡面的蒜頭比例很高 所以蒜頭啊 大片點 多點我就可以接受 我個人只能接受蒜末 好 進入調味的部分 麥胡椒 多一點多肉 醬油膏 還有香油 這個油量我覺得可以了 攪拌均勻 OK 可以了吧 蠻多的耶 哦 黑了 黑 三角皮 這個還叫手包水餃嗎 我的手工多肉了 這個時候 電動腳機 最到一步 是動畫的一步 其實都不吃到水餃的一步 噔噔噔噔 長這個樣子 喔 牆壁是在這邊 啊 把水餃放下去 然後就 就這樣掉出來 那倒數時間 4 3 2 1 1 然後我們要準備一碗水 我們接下來要開始 高速的量子和水餃 放下去 然後就下料 沾一下 第一顆 大顆了吧 沾水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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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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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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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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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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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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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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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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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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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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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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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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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今年過年也可以買一套回去玩玩 好 再見到這邊 拜拜 他就每天都要煮魚湯然後帶去給你喝 啊就是覺得這樣比較古啊 然後冰箱裡就會塞滿了市場買回來的魚 然後整個廚房都是魚的味道 現在有了這款方知地獄精這些物品就有影證而已 耶 沒錯 而且他們這款地獄精比較特別呢 是他們裡面是使用半海水養出的虱目魚 那虱目魚本身呢 蛋蛋白質 所以它的營養價值呢 是比鹿魚還要高的喔 所以算是一種又有多元營養素的魚類喔 那維持品牌慣的高品質養 直到生產呢 這個地獄精我覺得喝起來完全沒有任何的腥味 鮮甜可口 產品類呢 還特別添加了深海魚軟骨素 所以可以幫助家中的長者胃腸保健 或是作為病後的調理使用喔 再來是已經合作到了 連莫莫都認識的第一雞精 沒錯 像之前莫莫她感冒 東西就吃比較少 阿嬤就很擔心 對 沒錯 所以她感冒好了之後呢 阿嬤就非常積極地來搜刮我們的地獄精 沒錯 回去給黃莉莫喝 大家現在看到的這一盒 一定是我們的第三盒 嘿嘿嘿嘿 沒錯 那最後呢就是廠商給大家的活動優惠的部分 現在只要點寫資訊欄裡面的專屬賣場 就可以享有超殺親視者的團購優惠價喔 那以上的資訊我們放在資訊欄裡面 大家記得要點開來看看喔 怎麼辦 怎麼辦 本來就打上手切啊 怎麼辦 我是手滾水腳啊 把它切到插一步就是腳肉 就讓它卡